對那我們要再告訴大家 昨天這個發生在日本規模 7.4的強震的災情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知道有4人死亡 還有97個人受傷 而且地震方生的當時 有一輛這個新幹線 他是因此發生了脫軌意外 甚至有承開他當時是坐在座位上 然後直接被拋到了半空中 而且呢這個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他也說目前到了早上8點多的時候 整個日本還有將近4萬多戶 他們是沒有電的狀況 所以呢他們現在當局 已經召集了緊急消阻 而且正在持續了解 並展開救援行動當中 房間劇烈晃動 發出可怕聲響 架上的物品不斷掉落 311大地震剛過11周年 日本福島16日深夜 再度天搖地洞 仙台港的煉油場 警報聲大作 讓民眾相當害怕 地震持續超過50秒鐘 女子嚇得大喊糟糕 另一名擁有3萬多名粉絲的Youtuber 更是忍不住緊聲尖叫 根據日本氣象庭觀測 這起地震的鎮央位於福島外海規模達到7.4 這圓深度僅57公里屬於淺層地震 立刻對福島工程線沿岸發布海嘯警報 而且不只福島所屬的東北地區受到影響 就連關東地區的東京都非常有感 東京領海新交通領海線的一名旅客拍下電車左右搖晃的畫面 扶手吊環更是大幅度晃動不斷敲擊天花板 還有民眾騎機車在路上突然路燈全岸 綜合日本媒體報導 這起地震造成超過200萬戶停電 東海第二核電站停止運作 福島第一核電站更是火災警報大作 所幸最後證實止血污船 但遺憾的是任門首相岸田文雄指出 截至台灣時間上午7點為止 共有4人死亡97人受傷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平田之也認為 這次地震是311大地震 余政地區發生的地震 不過詳細原因還有待追查